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1月6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怡婷 桃园机场群聚在扩大 昨天晚上又验出了三例阳性 这些人也都是清洁人员 目前研判他们的感染途径 都是下班一起达成了通勤巴士 交叉感染 而统计现在桃园机场 已经有8个人染疫了 其中一位是计程车司机 其他7位都是清洁人员 那么也因为这个群聚不断的扩大 所以现在政府有几个措施 一来是把清洁公司里面 风险相对高的93个人 要通通都送进集中检疫所来隔离 同时也调查了确诊者的足迹 结果发现有一个行程 是去了歌友会 而这个歌友会的现场 多达近千人 所以紧急匡列了800人 来回来采检 另外由于现在的两剂疫苗 对于病毒保护力还真的是不够 所以指挥中心也讨论说 是否要取消追加剂五个月的间隔 赶快让这些高风险族群打满三级 这清洁员工里面就增加了三例 桃园机场群聚案 狂烈裁检再添三名女性确诊者 属于外包的大业班清洁员 分别住在桃园和新北市 而整起事件以及累积共八例 为了确保大业班同仁的防疫安全 91位送两个集中检疫所 令人担忧的是确诊者之一 曾经在跨年夜到过金嗓歌友会打工 现场聚集近千人的照片一曝光 吓坏所有人 避免展翼扩大 王毕胜持续在淘机坐镇掌握 比如说他都是清洁工 他都是在二行下通就 都是夜班 那就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再去找可能的干人员 那我们希望包括机场人员 机组员 防疫车队 以及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 都应该要立刻进行第三季的接种 这个间隔的时间也不限定在五个月 光是淘机就有两百多个单位 三万多名工作人员 第三季施打 迫在眉睫 至于社区裁检 也在五个临时裁检站加速进行 大约新闻 萧志杰 田志中 综合报道 好 刚刚有提到 在这期群聚当中目前是八个人 那么其中一人就是防疫计程车驾驶 他们虽然已经扩大筛减了 不过为了维持量能 这段时间里面还是要持续来 再送灰锅的旅客 也很有可能再次再到确诊者 因此是处在高风险里面 所以现在指挥中心 就为他们增加了防疫物资 不过这些前线人员接受我们的访问时 还是坦诚说心中的压力很大 真的很担心自己成为破口 有时候都不敢回家 每天晚上就是在车上休息睡觉 这样的生活可能维持半个多月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防疫计程车司机与医护人员一样 担任守护第一线的重责大任 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 在运入境旅客 防疫计程车司机忙着帮入境旅客消毒 日前桃园机场群聚案 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基因定序确诊Omicron 让500多名司机胆战心惊 这个第一个案例我们其实都很难过 然后很压抑 这样做的还是有破口 那相信之下 如果你没有这么强的防护的一个教育训练 跟实际的操作 我相信不止一例 可能两例三例就蔓延 很快就蔓延开来 黄凯俊说为了赚钱养家活口 不能不再客 只能期待自己运气好一点 不要遇到确诊个案 但家人还是担忧他的安危 我太太很怕 尤其这一次有这个事件回家 他也会提说 他都不好意思跟朋友提到我的工作内容 然后尽量也去少跟他朋友接触 我怕会有进一步可能性的发展吧 另一位防疫计程车司机陈青阳 曾因为载到确诊者不敢回家 就怕家人陷入染疫风险 就是载到确诊的客户 所以你就是不要回去 如果你是自主去的话 一晚就要两三千你怎么住 不够赚的钱 赚的不够好不好 虽然新冠病毒危机重重 但陈青阳说 能够为国人守住第一线 承担风险当然不让 在人家回去团圆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尤其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 过年就是你要团圆 可以让那些从国外返乡的人 他可以安心的回去 让旅客安心回家 是防疫计程车司机的使命 也希望社会大众体谅他们的辛劳 为他们加油 带来新闻财品简缘辑 桃圆报导 本土疫情蠢蠢欲动 很多民众都开始担心自己 如果出现了相关症状的话 就会赶快到诊所就医 要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染疫 因此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潮 另外公费流感疫苗 从今天开始也是全面开放了 民众可以到全台湾 大约是3700间的合约运所来接种 流感疫苗全面开放 还没接种过的民众公费施打 开放第一天50岁以上 淫法族最多人报到 打完了 那家里会不会想说 要让大家去家人去打 都有打 有叫我老公去打 有 嘴巴传良是什么 就怕感染啊 流感旺季带动疫苗打气 有医师观察 近期到诊所就医的民众 多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 跟Omocorn病毒的症状相当类似 我最近这两天 很多病人来看感冒完之后 他们都会加一句 诶 医师我这是Omocorn吗 我跟他说我不知道 因为很难辨别 症状几乎都一样 流鼻水打喷嚏 好像不舒服 这些真的有点可 真的太难区分 加上Omocorn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也让基层医师绷紧神经 台湾的法规 对于基层做筛检的状况 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善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穿隔离仪潭 然后做筛检 不能做侵入性的治疗等等 如果你真的碰到疑似的个案 我建议就赶快先转到医院里面 除了医师看诊时 得落实询问相关接触史 民众如果有疑虑 也可以透过家用快筛 或到筛检站裁检 避免本土疫情持续扩大 台湾新闻高龄徐英豪 台北报道 Omocorn的传播速度很快 在欧美国家 是已经大规模的感染了 那么亚洲国家 也是难以避免 像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机场群聚 第一个被验出阳性确诊者 也就是感染到了Omocorn 而和台湾一样 位在亚洲的泰国 现在也是非常紧张 因为新年过后 疫情会再次出现升温的趋势 虽然我们从曲线图上面 看起来这个起伏还没有太大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 跨年前后 确诊数12月28号和昨天1月5号 前后还是差了大约700例左右 昨天的单日确诊来到了3091例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个只是台面上的数据 因为筛检战 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人潮 前线人员就猜测说 实际的确诊数 可能会比统计的 还要多2到3倍 走进社区挨家挨户 喷洒消毒水 泰国疫情再度升温 志工们赶紧采取行动 泰国过去一周新增进 1600起Omicron病例 比起12月 染疫人数足足增加一倍 不过部分民众显然没那么在意 就怕去年疫情海啸再度席卷 志工团体开设免费筛检站 为防疫把关 打击疫情一刻也不松懈 这群志工将持续守护社区 不让病毒有任何可乘之机 大爱信文化反正编译 其他新闻来看到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件事呢 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高雄有一位女老师执行导户工作的时候 不幸被撞 一个多月过去了 她还是昏迷不醒 不过她呢 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希望这位老师能够赶快醒过来 不止失声是非常努力的在集气 社会上也有许多爱心 溢注进来 同学帮忙集气 因为上个月在校门口 站倒户遭撞的梁老师 到现在人昏迷不醒 跟现在研判是脑里面的浴血 还是还没清楚 要等她稀释完毕之后 她路续续才会恢复意识 在校内担任体育老师的梁老师 有三个小孩 年纪都还很小 如今重担全在先生及梁老身上 本身是军人 所以工作跟家庭跟医院 三方面在跑 小朋友都是依赖她 所以小朋友每天都是 想着妈妈没有妈妈 考量三个小孩 以及梁老师 未来照护需要大笔费用 校方也协助募款 未来很难预测 所以说让她可以在这个部分 没有后顾之忧 大儿子现在是读我们学校 每次我看到孩子 他现在都是一个人很独立的 骑脚踏车上下学 然后自己吃饭去补习 我们也是尽量照顾 学校帮忙代售各界捐款 辞济志工也介入关怀 希望梁老师能尽快回到校园 大爱新闻家新林道明 高雄报导 再来看今天的健康单元 初心如一要提醒您 身体定期检查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有逼肝的患者 身体是完全没有异状 没有不舒服 以为病况是控制的相当稳定 结果一照超音波 竟然发现肝脏有一颗很大的肿瘤 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长期的一个追踪 他是只是鼻肝带原者 不是说有什么恶心 黄胆 不舒服 体重减轻 任何肝脏相关的一个症状 是完全没有的 可是超音波一检查 竟然已经有四公分大小的一个肿瘤 一颗的肿瘤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给他做切面来看的时候 这就是肝癌 所以那个定期的追踪非常重要 因为你早期在他还只是 局限在那里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给他做切除 这个育后相对是很好的 再加上他这个伤口 不是说一个很长的伤口 只有肚脐附近的一个伤口 跟两个腹腔镜要打动进去看的 这个操作的一个伤口而已 所以这病人的恢复期 也相对是很快的一个状况 所以表示一个逼干的代言者 现在当然我们希望 及早地打预防针来避免这个的话 这些后续也都可以避免 所以小朋友的疫苗注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五安新闻的固定单元 五件热放送 今天要提供给观众朋友的资讯 也是和健康有关 接着把时间交给谢云山 各位观众五安 我是谢云山 近几年健身风气非常盛行 大家都开始跑健身房 开始追求更好的体态 不过呢大人可以练重训 那小朋友也可以吗 我们看到画面中 这位日本的小朋友 全身上下练得非常的精壮 堪称是幼幼版的筋肉人 但你知道吗 这时候的他只有六七岁而已哦 他为了向偶像李小龙致敬 非常热衷于健身 不过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很多人就认为说 小朋友练重训会长不高 而且骨头都还在发育 会很容易受伤 专家就想告诉大家 其实孩子从七八岁开始 只要能够设计适合的强度 也是可以做重训的 我们来听听医师的说法 我们骨骼其实是一个活性的器官 你给小孩子一些重量训练的刺激 他的肌肉收缩 去刺激他生长版 反而可能让他成长得更好 心肺功能有改善 那此外的话 对于肥胖的降低 也有很大的好处 肌力更好 他的稳定度协调度更好 反而能让孩子的运动伤害更少 其实呢 不一定需要杠片牙铃 这些东西才叫做重训 只要是能够增加负重的 例如说可以利用自己的体重 或是你可以拿一个 装满水的宝特瓶水壶 对孩子来说 也可以达到不错的训练效果 复健师就提供了三组简单的动作 我们来透过影片了解 第一个动作 我们用弹力带 训练上肢跟肩胛的肌力及稳定度 手抓弹力带的两端 然后脚踩弹力带的中间 与肩同宽 然后手 慢慢地将弹力带拉起 大概拉到肩膀的高度 然后再放下 第二个动作 我们徒手 利用器材 训练我们下肢的稳定度 双脚一前以后 胸肩部 蹲下大腿与小腿 乘90度 脚踩与地面 也乘90度 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都居家常见的水壶 装满水 我们训练核心稳定 跟旋转的激励 然后稍微微蹲 然后水壶放在身体的侧边 身体旋转 将水壶推向斜上方 维持大概两秒钟之后 我们再回来 同样的动作 做五次之后 再换另外一边 刚刚的动作呢 建议每一个都停留两秒钟 重复五次之后 休息30秒 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要提醒大家的是 运动固然好 不过呢 孩子的重训 跟大人的原则不太一样 建议家长 还是要先寻求专业评估 帮孩子设计一套 安全的健身菜单 才能够避免运动伤害哦 以上内容 跟大家分享 把时间镜头 交换棚内 好的 谢谢云山 带给我们那么实用的健身资讯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上人行脚 今天和大林慈基医院同仁 进行温馨座谈 聊的是疫情严峻的时候 怎么来陪伴民众对抗疫情 其中呢 有一位胸腔内科医师 陈奕宏 就分享说 自己要为患者插管 结果被飞沫喷剑 是由团队接手 才完成了任务 也让患者度过危险期 而除了专业的治疗 这段日子 安抚患者害怕的心 也是这群医护的重要任务 四个多月前 当时才十个月大的小妹妹 染疫住院 大林慈基医院专责病房 用心照顾 那刚好家里有小朋友 她也是很开心的愿意 将她的这些心爱的玩具 让我们帮她消毒之后呢 带到医院里 与这个小朋友分享 送来了玩具 还有亲笔卡片祝福 无为不知的照顾下 小妹妹顺利康复出院 但家人面对异样眼光 心里压力大 想买菜都不敢出门 防疫第一 救人为先 疫情期间 陈奕宏医师 为重症病患插管时 遭到飞沫喷奸 病人在还没插管之前 告诉我说 当天早上 他才跟他女儿通过电话 虽然插管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应该要把他救起来 但陈奕宏医师 因此必须隔离 这时陈兴军主任 义无反顾接手 医疗团队合合护协 让患者度过危险期 痊愈出院 这就是重症人的底气 所以越困难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 是我们的指责所在 也是我们的挑战 全心付出 守护生命 大林慈激医院 用爱跨越疫情 大爱新闻 嘉宜大林综合报道 医护之爱不只出现在 疫情期间 平常其他疾病也能看尽 医护的用心 像是高雄就有一位 感染患者 因为面积非常大 让他都不敢出门 直到遇见了大医王 才能面对崭新人生 曾经以为人生就此停留在黑暗中 甘险常年困扰许小姐 发病时红肿热痛无法工作 也不敢跟人群接触 志工多次法事打开新门 良医为他诊治细心治疗 没想到病情稳定后的一个月 某次进补没有忌口 又复发了 一些更补的 人生冬季初期 这个其实在免疫疾病来说 其实是有风险在 结果那些一顿 整个都发作了 还好 还行行行的生活之际 谢谢他 很有耐心 让我感觉到很亲切 让我觉得说 我这个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医者父母心 为众生拔除病苦 15岁的盐同学 肾脏严重水肿 必须坐着如厕 排尿困难 校园生活蒙上阴影 要跑步 要做一些运动 就是有尿管 然后动到就是会痛 妈妈带着他到处求诊 治疗效果有限 后来在大林慈激医院 确诊为后尿道半膜 导致尿道阻塞 可是病人 其实他抱着很大的希望 他抱了15年的一个 辛苦一个病情 然后我想要给他更好的 我们把他的尿道出口都打通 我儿子手术完 他就可以站着尿了 改善非常多 守护患者 用心倾听 医疗传爱带来希望 开创新人生 大爱新闻 文宁 杨俊庭 嘉义报导 国际消息来看到 哈萨克是天然气 及石油 纯量丰富的国家 但是政府最近 却要取消 液化石油器的价格上限 让价格马上飙涨了两倍多 引发民众不满 上街示威 发射闪光弹 仍无法阻止民众 闯进市长办公室 哈萨克最大臣阿拉木图 数千民众上街示威 警民冲突不断 至少八人死亡 三百多人受伤 总统托卡叶夫 把示威者看作恐怖分子 民众情绪激动 因为在政府解除液化石油器 也就是桶装瓦斯的价格上限后 市价立刻飙涨两倍多 严重影响老百姓煮菜 取暖 开车出门等日常 街头奉当 内阁请辞 总统宣布 阿拉木图和周边省份 进入危机两周的紧急状态 不只实施宵禁 还切断网路跟手机通讯 哈萨克近年来政治稳定 如今遇上燃料价格飙涨 不只造成液化石油器价格地震 更动摇了原本政局安稳的国际形象 感谢我留置于编译 印尼的慈激医院去年收治了一位26岁孕妇 紧急剖腹产下了一对双胞胎 现在7个月过去了 这家人过得如何 志工再次前往关怀 2021年6月因为妊娠毒血症 紧急被送到印尼慈激医院剖腹生产的米达 当时生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其中名为凯帆的宝宝 一个月大的时候很遗憾离开人世 不去看生命的缺角 米达和先生汤米悉心养育凯文 如果看到这一天的增长 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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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1月lot的工程才8,6kg 这有算力的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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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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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 印尼慈怨照顧的第一位患者 医护会定期关怀 每一段的医病情 也都是动人的篇章 大爱新闻 益山 陈杰颖 印尼报道 年仅四岁就被拐走 卖到异乡 这已过是三十多年 不过他一心想着和家人团圆 这个梦今年能成真吗 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是凭我的记忆发出来的 一个家的周围地形地图 云南三十七岁男子李警卫 四岁被邻居拐走 转迈到河南 时隔三十三年 元旦当天与生母相认重逢 妈妈这边就一个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有没有在找我 能够在圆天伦梦 在网络发布影片寻心 凭的就是深刻心中的地图 我都会去回忆 没有读书的时候 我会拿它在地上去画 读书了以后 我会在本子上去画 花那个院子对门 那是一个大院子 我两家共用一个院子 对面那是个爷爷 他高高瘦瘦的 他会编那个猪筐 背楼什么的 带着儿时回忆的地图 在警方与网友协助下 终于找到了云南家人 可惜父亲已经去世 大兄弟方编译 中国大陆疫情在拉警报 慈禧志工以住户家访 为住学生送上新年祝福 为住学生寒冬送暖 福州慈禧志工去车住户家访 住在山区的皇家姐妹 与爷爷同住 志工送上过冬生活用品 也诚挚给予新年祝福 祝侯爷爷 新年来 我们一年比一年好 好不好 祝侯爷爷 新年好 内向的肖冰叶 是族父母和姑姑扶养长大 不爱与人社交的他 在学校积极性不够 班主任疼爱他 将他视如己出 他是那种比较默默的一个孩子 他不爱讲话 所以我就让他去学习一下 对方的这种优点 他就这点欠缺 他不爱讲话 对 我也有跟他说 因为我们是自己都有父母的 那种爱是任何人给予不了的 那他们缺失嘛 我就觉得我们能做的嘛 自己有孩子 就是能做的 就多帮他做一点嘛 罗丹玲的生父王生后 现在与继母相依为命 志工爱的丁玲 希望大人都给孩子祝福 我们不要给他压力 因为小孩现在他也在宁静 就是就这么一段时间 他自己知道要争取 对对对 又不是说不知道 天天在玩 这个妈妈很棒的 你看他孩子对你也很好 很棒的 也多祝福他好不好 我们就多祝福 志工陪伴助学生度过寒冬 一起等待春天 摆花绽放时 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 周慧敏 林静江新莹 福建报导 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 预计会一连影响到下星期一 提醒您要注意保暖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大爱午安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